你好我是李挪娅 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中新闻 百岁人瑞可以恢复到60岁的外表和体能吗 矽谷一家初创公司 人类寿命公司 Human Longevity正在研发让人类长寿的方法 这家公司有三个研发目标 第一是利用基因科技 找出人体内可能致癌的细胞 在致癌初期产出病变细胞 第二是利用钙细胞延缓老化 第三是为老年人注射年轻人的血液 让年长者恢复青春 让人从100岁回到60岁 新闻区关心湾区捷运投票情形超严重 捷运公司估计去年 旧金山捷运每天投票的乘客人数 多达23000人 验票处的紧急出口 可以让乘客不用刷卡通关 还有心存侥幸的乘客 跳跃闸门或围栏逃票 去年旧金山捷运因为乘客逃票 年营收短少了2500万元 捷运公司宣布 从3月开始 捷运警察将会大规模取缔逃票乘客 逃票的成年人将会被处以 至少75元的罚金 5到17岁之间的未成年人逃票 也将会被处以60元罚款 无力支付罚金的乘客 可以选择以社区服务取代罚款 玩具捷运一直说要建造第二条海底隧道 但是这个计划说了很久 还没有实现 主要原因是 新建海底隧道的预算高达120亿美元 代价太高了 TAS公司执行长Elon Musk最近发推文说 他的公司可以为湾区建造第二条海底行车隧道 要价只要12亿元 等于是只要湾区捷运预算的四分之一 而且建造的时间 也只要湾区预算新建时间的五分之一 Musk说 中国建造的第一个火车站 九天就完工了 中国的基础建设工程比美国快一百倍 他的推文立刻引起热烈回响 中国的竞争力的确不容小觑 中国去年在2030年 希望在2030年超越美国和欧洲 建成价值1500亿美元的人工智慧工业 为了推动计划 北京中关村科学园区 频频对矽谷科技人招手 除了高薪 外籍人士还可以西家带卷 带女佣到中国上班 中关村现在有一万名外籍科技人员 还不到矽谷科技人的三分之一 感谢收看 下次见